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共有三个弟弟,其中三弟溥仪四岁就去世了。另外两个分别活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,溥杰出生于1907年4月16号。清朝被推翻后,溥杰跟着溥仪去了维兰州国。日本人想让溥仪娶个日本女人做妻子,但是溥仪不愿意。 由于溥杰与溥仪是同父同母所生,最有资格继承溥仪的皇位。因此日本关东军吉利促成溥杰与日本侯爵、挫娥公圣的孙女挫娥号结婚,以强化所谓日满一体。 在明知是包办婚姻的情况下,溥杰与溥仪娥号却一见钟情。抗战胜利前夕,溥杰与溥仪娥号原本打算逃到日本。 无料溥杰在机场被逮捕,并且在苏联被关了5年。之后又被写回中国关押在福顺战犯管理所。直到16年后,溥杰得以释放。两人才得以团聚。 这个时候的溥杰,已不再年轻了。无权无嫌无事。但挫娥号一直陪伴着他。甚至光为了他加入了中国国籍。两人团聚后,又幸福地生活了26年。1987年挫娥号一,申病在北京去世。7年后溥杰也与世长辞了。 享年87岁。溥杰的骨灰一半葬在北京另一半则葬在了日本。溥仪的另一个弟弟溥仁于溥仪和溥杰是同父义母。出生于1918年9月。那时的溥仪一心想要复利。他不仅把溥杰带到了维满洲国,就连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去了维满洲国。只有溥仁。 溥仪和溥荒,由于年龙过小的缘故,留在了父亲身边。溥仪的父亲一直都很反对溥仪去维满洲国,当日本人的傀儡。可溥仪却一直都希望父亲可以去维满洲国帮他。 一次,父亲在风带着溥仁去东北探望溥仪和溥杰。当时的日本人百般拉拢在风。然而在风早就看透了日本人。 故儿找了个借口带着溥仁回到了北京。1947年溥仁和父亲在风把王府改成了学校。在风做董事长。溥仁当校长接待课老师。可由于学校是私立的。 所以他们只能靠念卖家产来维持学校的开支。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。在风帐普任出面将王府出售给高级工业学校。自己一家人则搬到了东城为家普通一个挺大的宅店里居住。 1968年普任正式退休了。退休后的普任把所有经历都放到了研究清朝历史上。 还发表了《晚清皇子生活》《女读书习舞》《纳兰性德语通智堂集》《亲记王府与饮食医疗偏见》《纯亲王府回忆》等文章。 他的一生将功名利录制身世外。前半生献给了教育事业。后半生泽扎根在清朝历史研究上。2015年普任去世。享年96岁。普任和普洁虽是亲兄弟。但命运却截然不同。 。